大家好,这有人发了一个推特啊 这个李鹏的女儿李小林搞画展 这个谁又来了,这个范增 然后我留言了,我说范增每天吃饭都不掏钱 他住在昌平区北清路中海瓦尔登湖独栋别墅里 中海瓦尔登湖就在那个北清路的一个钉子路口的北边 北边啊,这个每顿饭都是由市局12处 也就是北京市公安局特警总队食堂的工作人员 登着三轮车送到他家里免费吃 这个包括他家里的保姆都是一分钱不掏的 特警总队总队长的萧勇,叫萧勇 原来是那个西单商场派出所的西城分局的所长 因为有一个爆炸案,他给破了之后立功了 后来升迁比较快 然后我说1997到2010 我给这个12处食堂送货 供应粮油 差不多有13年吧 就是这个特警总队12处啊 承包食堂的是聚德华天餐饮公司 我说的这个是那个他最早他们是在那哪儿 在大兴西红门 在西红门路 那会我就给送货 他们那会刚刚组建97年左右 后来那个他们就搬到这个昌平搬到北边来了啊 在这个西红门的时候 他们隔壁就是武警的一个部队 就专门天安门人民大会堂 来了外宾,来了外国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 总统啊,国王啊,首相啊,总理啊 就是放礼炮的部队 放礼炮的那个武警部队 跟那个市局12处特警总队是挨着的啊 然后这有一个 是吧,我也不愿意骂他了哈 是吧,这有一个傻叉叉叉叉SB说了 说这个特勤局人员怎么混的呢 谁说人家是什么特勤局啊 你他妈分的清分不清啊 公安部这不是这两年刚组建一个特勤局吗 人是特警总队啊 公安局有一段时间叫寻特警 把寻警跟特警放一块了 后来还叫特警啊 这跟什么特勤局有什么关系啊 还登个三轮 登也不对啊 这个字错别字应该有一个阻子边 一看这哥们就没文化 他说我97年 在浦东新区打工的时候开发区 午餐时间合伐公司就车来车往了 说您要蹭这个热度也打个底稿吧 这跟那有什么关系啊 是吧,这个登三轮的人是谁啊 我刚才说了给他们承包食堂的人 聚德华天 为什么叫聚德华天呀 聚德就是全聚德 华天就是西城区饮食公司 后来聚德华天就等于是成立了一个集团 把那个还有宣武区也给合并过了 西城宣武合并 就变成一个新的大的西城区饮食的集团 把那些著名的老字号啊 包括全聚德呀 包括华天系列的小吃店都给整合了 这个单位的总经理 这个聚德华天的总经理 就是这个特警总队 总队长这个萧勇 也就是这这孙子 就是这个范增的徒弟萧勇 他们俩是中学同学哎 原来那个这个这个管食堂的陈处长 陈处啊 那个陈处跟我不错 那个人非常的连结 一分钱好处也没要过我的啊 这是一个非常连结的 在这个共产党的这个官僚体系里边 百里挑一千里挑一的人 他是北京人啊 原来住在那哪儿 安定门外上龙 那个检一楼 后来住在朝阳区石佛营 后来又搬到这个这个海淀的清河 就是公安局给他们的那个集资房 那集资房比市面上便宜多了 还给他配了一辆桑塔纳还是帕萨特 给他配辆车 根据他的处级干部 后来这个习一上台 又把他那车给他剥夺了啊 这人已经退休了啊 科长姓王 科长姓王 他是处长下面还有科长 姓王 山西人原来戒严不对的 后来给弄到了那个哪儿去了 后来叫夏臣 就是说这个北京市公安局各个处 各个科室养了太多的这个警官了 警察就让他们到下面去了啊 就让他弄到了朝阳区望京 望京有三个派出所 有东湖有南湖还有花家地给弄到这三个其中之一当一个副所长 他原来是戒严不对的 然后山西人 采购员 采购员也姓王 内蒙古的汉族人内蒙古人赤丰的娶了一个河北河南媳妇好像住马店还是商丘的还是周口的反正河南中南部的一个媳妇胖媳妇生了一姑娘啊 他把家就安在他们西洪门特警总队隔壁那个小区了 哎呀 但是好多那会他们这些警察有的特警也是外地的什么的 他们都把家安在西洪门南园那边了 结果咔嚓 那单位搬到北边 特别麻烦 然后他们又那个什么 又这个被迫 坐班车来回上下班 跨越整个北京市区 这边是大兴的西洪门 那边是昌平的北青路 是吧 然后他们那个什么 这是采购也姓王 他们那个会计姓田小田 田特憨厚 是个大个儿 田是北京大兴人 是最后一批的社招 90年左右吧 从社会上招的警察 他不是那种科班的警院毕业的 公安大学毕业的啊 特警里边好多原来是运动员 你知道吗 这个范增 给他们特警总队 后来搬到北青路之后 他们那个办公楼 那个大楼 那个门厅 好几层楼高 至少十米高左右 给画了一幅 那个中魁捉鬼的画 是吧 警察 他们不认为是中魁吗 哎 中魁捉鬼 然后这个 这个特别大 十米长吧 范增的人品 咱就甭说了 把他的恩人 把他的那个 一个好大哥的老婆 给人睡了 后来变成他媳妇了 是吧 然后那大哥说 来我们家玩吧 认识嫂子了 认识嫂子了之后 最后他把嫂子给睡了 是吧 好吃不如饺子 好玩不如嫂子 是吧 哎 他玩嫂子 最后玩成自己老婆了 是吧 还给取了一个什么名字 哈 原来人家有一个真名 后来给起了个义名 怕别人知道 还是怎么回事 后来带着这女的 去了法国巴黎 八九六四的时候 在那混不了 又给中宣部部长 丁关根 邓小平打桥牌的牌友 写了一封 这个求饶信 我错了 后来又回来了 是吧 共产党也需要他们给 帮助给这个 抬轿子 吹喇叭 涂脂抹粉啊 对吧 哎 然后他们特警总队 特警总队的政委 这里边都是官商勾结 都是这种裙带关系 你得看你爸爸是谁 特警总队的政委 是那个谁 北京市曾经有一任的 人大常委会主任 那个叫于军波 那是辽宁人 从辽宁调来的 于军波的儿子 叫于大力 他弟弟叫于二力 有的说叫于小力 那是北京市公安局二处 刑侦处的政委 你看见了吗 哎 一个人大常委会的主任 于军波 俩儿子 于大力 于二力 或者于大力 于小力 一个是12处 特警总队的政委 一个是 刑侦处 二处的政委 哎 最后 这个于军波 从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的位置上 卸任了 好像回辽宁养老了 这俩儿子 一看他爹不行了 他爹已经 算是卸任了 好像也跟着都回东北那边了 是吧 李鹏就甭说了 开枪 对吧 然后还说什么 李鹏的女儿 这个李小林说什么 能力之外 什么什么等于零啊 说那意思 我是靠能力 不是靠我爹 是吧 说这种话 简直不要脸 对不对 哎 你要没那个爹 你狗屁都不是 你可能就给人家当保姆 给人家他们打扫卫生去了 对不对 别装孙子了